-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次我们这次展出的工具管理系统车 你可以用卡片或者是指纹或者是人脸辨识来去做开机 那它在这边呢可以去做一些借环的管理 那它可以有不同抽屉它放置不同的工具 那Pew我们今天拿了工具起来系统就会开始做盘查 它就会绣出来有一个工具已经被借出了 这个是我们模组化的工作站 它有不同的模组化的箱体 那它一样有搭配我们模组化的工具组套 大家好 我们是一城工厂国贝有限公司 那我们就是专业在制造各种各式各样的螺丝起子 那我们的强项在于可以帮客户做整体的设计规划 像这样子一系列的螺丝起子各种各样的形象跟代表 螺丝起子除了这种一般型之外也有这种多功能的型 多功能型就是不外乎一些Storage 就是可以储存起子头的功能可以替换 那还有这种极轮 那近几年我们就开始研发我们的油物回收机 然后还有油水分离机的部分 设计的一个三大的一个理念就是环保节能跟进化 那环保的部分呢我们能帮客户能回收多少的 他们原本应该会浪费掉的一个切削液 节能的部分呢我们能用更低的功耗的马达 产生更大的风量 那进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绿桶的部分 我们应该是业界目前是最高等级的 HIPAA H13的等级 我们可以过滤百分之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以上的PM2.5 那这个模拟舱呢是我们在模拟机械切削的时候 产生油物的一个状态 它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那些油物呢 我们就经过我们这一颗HIPAA H13等级的绿桶 更加完整的把它过滤 那我们这台油水分离机呢 是链带式的一个油水分离机 它是透过这个网带 浮在水箱上面这个浮油往上带 然后经过我们里面 机台里面一个油水分离槽 把油往外排 把原本的切削水再往水箱里面排掉 我们只要把盖子往上掀 那整个它运作就会停止 往下盖它就继续运行 那我们有这个异味开关 只要它满了机台也是会停止运作 大家好 我们是在手工巨界 拥有40年以上历史的共贸工业 那这一款是我们最热卖的10寸万能钱 需要一个手势它就可以Lock住 那后面可以依照后面的调整螺丝 是决定你的开口大小 我们的特色是打动螺丝 这边可以使用六角板手 直接再加紧你的压力 那除了一般款的万能钱之外 我们最热卖的是我们的自动夹持系列 不管你的物件大中或小 它都可以自动夹持 意思是板材 圆磅 波罗斯 大家好 我们是北巨集团 那我现在来帮大家介绍我们的车席复合刀裤 那它是搭配现在目前 油电混合工具机所使用的刀裤 那它最大的优点在里就是说 它整个刀裤是做模组化的 当它觉得说刀把束不够使用的时候 它并不需要说去做整个刀裤的一个重新更换的动作 它只需要就是模组化的一个增加多一个刀仓 它就可以将刀把束从40把刀变成80把刀 那它这个刀裤最大的特点在说 它的刀具最长是可以搭配到400mm的 那最重的刀具的话 是可以搭载到12公斤的刀具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产品 它两个马达是采用新型的马达 所以它整个可以节能20% 客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碳碎的一个节省的部分 它整个是采用新型的那个刀裤制索的机构 它没有直接靠在刀裤本体上 所以它整个一个抓固力还有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那它在运行的时候 它的声音也是会比较小的 各位大家好 那我们是属于北剧集团底下的萝莉主轴 那我这边来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几样主轴的特殊产品 那这支主轴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超高精密研磨的弓箭加工来去做对应 包括你它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 针元度1μ,圆筒度2μ的情况下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一个高精密的一个主轴 那再来这支主轴的话 它是一个高转速的一个产品 因为你要做到一个 它的对应主要是做 细维钻孔孔径的加工 那它高转速的特点 所以才能够达到这个细维加工的一个特性 我们主要开发 包括最近期一些航太的产业 这个是我们也是目前的主力产品之一 那它主要是应用在一些像模具的加工 那包括我们近期有开发 它针对重切销的一些对应 同时能够兼具高转速 又有达到重切销的一个特性 诶大家好 我这里是逸达经济的餐位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我们逸达所开发的一套软件 叫做逸达EcoPlus 那我们总统解称它为逸达能源管家 那逸达能源管家主要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是即时能耗监测 第二个是历史分析的部分 第三个是制程碳排的推估 我们再看到这边 我们现在三台设备 我们都可以看到日能耗跟日碳排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三大功能 那第二大功能是能源人耗的分析 那我们这边主要也是有两大功能 第一个是每天的能耗 第一个是每小时的能耗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游标来看说 我7点的时候这个小时我耗了0.33度电左右 那当然我们也有不是每一小时的分析 我们也有天的分析 那接下来第三大功能就是能耗推估 那在能耗推估这边 我们先看到最上面 弓箭数量这边 那当今天客户 我接了100个弓箭的订单 对那我再透过MasterCam或是Cam的软体 评估之后我这个弓箭 每一个cycle high大概是23秒左右 那我们经过计算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能耗推估的部分 大概是173度电左右 然后让使用者知道说 我在哪一个元件中使用了最多能耗 那目前我们这套系统是搭配了这个 LUMO的元件 那这是一个智慧电表 那智慧电表中也是要透过 两个CT笔油器去做搭配 这是我们2024年最新的新的产品 MT2100 那它搭配了双主轴 然后还有一个五轴的摇摆头 再加一个那个DELTA 那它可以做的是复杂型弓箭 因为它搭配了五轴的摇摆头 所以它可以做喜效 旁边有一个车床的DELTA 可以做撤销的动作 A面撤销完以后 可以由第二个主轴把弓箭带进来 然后做B面的架工 MT2100 MT2100 好这台是我们BL800系列的车床 那主要是它的旋径可以做到800 然后最大的加工直径可以做到600 那我们目前有三个机轴 那我们目前有三个机轴 就是S2ML S就是Z轴形成1米 然后M就是形成2米 L就是形成3米 那我们目前是可以做那个长型的弓箭 那现在这个弓箭是我们一般的新轴 那我们可以搭配中心架 可以支撑 AWG 是所谓的自动弓箭交换装置 那得到目前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像我手边现在这一种是WR 它是属于开放式的仓储型 那它配有100公斤或者是300公斤的三轴机械手 搭配了模组化轨道以及模组化仓储 那再配上模组化的托盘交换系统 来达到我们要弹性生产的目标 那再搭配上我们的自动控制软体 让使用者它只需要做简易的操作 即可完成自动生产的目标 那得到的第二种AWC 机种为WD类型 它属于圆盘仓储型 适而应用在单机自动化 那它配有4到8个托盘除备 搭配上300公斤的机械手 那再配上我们的自动控制软体 让使用者它可以做很简单的操作